放下心高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老人在在 还特地跑到总统雕像山 参加国庆活动 战机高速划破天际 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 登上俗称总统山的拉什摩尔山 高调欢度美国国庆 不过国家盛事却再度变成 川普造势会 大篇幅谴责 拆除历史人物同像的人 川普杠上拆除同像的示威者 宣布将建立一座大型 美国英雄国家公园 美国三号新增确诊 超过五万六千人 再创纪录 川普不只坚持盛大庆祝国庆 现场多达七千五百人群聚 除此之外 今年国庆烟火一口气放了二十分钟 被批不顾环境保护 枉费十一年来总统山 竟放烟火的努力 国庆活动前却惊爆川普长子 小唐纳的主播女友盖弗尔 确诊新冠肺炎 属于无症状感染 虽然小唐纳没有感染 但两人都决定取消出席国庆活动 盖弗尔来头不小曾是福斯新闻当家主播 还是川普竞选募款团队成员 国庆日前夕传出确诊 成为川普身边第三个确诊案例 也让美国第一家庭再度陷入燃疫危机 记者综合报道 中美关系紧张 最近因为新冠肺炎 港版国安法屡屡隔空互蹭 现在双方更罕见要同时在南海进行演习 像是解放军7月1号到5号就选在西沙群岛军演 战机帅气起飞 美国海军派出两架航母和四艘随行军舰 选在4号美国国庆日之天 驶入南海进行演习 美军大秀肌肉派出尼米兹号和雷根号 双航母在菲律宾海和南海进行双航母作战 更展现双航舰夜晚起降功能 演习期间进行发射训练 FA-18大黄蜂弹射后拉出长长红光轨迹 这堪称近年来美军最大规模军演 虽然美军表示 是想促进印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 不过近来中美关系敏感 港版国安法中美隔空屡屡屡抢 再加上解放军其实在7月1号到5号 也在西沙群岛附近演习 中美选在同一地区演习相当罕见 发射两枚 解放军不甘示弱大受军事实力 派出舰队还展开舰炮对海急射训练 军演画面首度曝光 美国批评解放军军演破坏局势稳定 中方则反抢美军不应在区域内耀武扬威 并坚守西沙主权 中美双方互呛南海军事角力持续拉举 记者是任务综合报道